你是要從哪裡買貨幣 他買多少 他要轉多少錢 兩萬 兩千 男子在銀行櫃台前 被行員跟警員圍成一圈 不斷阻止他轉帳 但明明只是想買個生法水 卻被說成是詐騙 他本來要三萬多 我自己跟他講這樣 兩萬 他講了很久 知道我的狀況 你要去醫院還是什麼啦 你不要找這個啦 這個騙錢的啦 不要在網路上面買啦 買個生法水要兩萬 警方一聽就知道是詐騙 就連銀行櫃台小姐聽到 都幫忙來勸說 我這樣吃了 可能越老越醜 那如果吃了狗麻更少怎麼辦 也有可能 你是愛你吃那個燒身體怎麼辦 對啊 台中西屯派出所 在2號上午10點多 接到報案 有民眾疑似被詐騙 警方到場後才知道 原來74歲的黃男 因為禿頭 聽信網路上生法水的廣告 還跟他說效果多好 讓他深信不疑 甚至跑去銀行 解除109萬的訂存 就為了買生法水 束縛之是一場騙局 行員發現後 趕緊通報警局 多虧警員跟銀行員不斷勸阻 74歲的黃心男子 才決定放棄提款 可是你這個東西很奇怪 你要 如果你是在買賣石頭 石頭不是應該要看到食物 你才敢下購不是嗎 日前在台中烏日 一名46歲藍男 在網上看到保石投資 標榜穩賺不賠 興動的前往郵局 準備匯款15萬 還好 又是行員驚訣有詐 通報遠景 才保住血汗錢 遠景查詢該APP 既不是政府立案的金融機構 也非合法投資公司所設立 警方呼籲 政府立案的金融機構 或是合法的投資公司 會請投資人 使用他們自己的APP 任何外來的APP 都不要輕易下載 不然就有可能受騙 東森新聞 唐以諾 羅來宇 在台中報導 除了 小 白 小 老 小 老 老